各位高價值男人好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這四種特質 能讓你立刻變得更有魅力 再講哪四種特質呢 首先我們講這第一種特質 也是我不停的強調的 就是乾淨俐落有型 那這邊講的乾淨俐落有型 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你的頭髮 頭髮每一天抓 找一個真正會剪的造型師 幫你打造一下 我會建議我的學員剛開始 頭髮往上抓 看起來比較乾淨 我知道有一些韓國歐巴 他會把他們的頭髮往下留 或是一些日本的帥哥 他們也會留這樣子的髮型 如果你的臉難夠帥 你可以這樣子做 但對於我們大部分 長相比較平凡的人來說 我的建議是頭髮往上抓 看起來有點壞壞的感覺 不要去那種 100塊大潤髮的剪髮 立刻被告有沒有 去找一個真正會剪的設計師 幫你打造一下 然後打造完以後 頭髮要每天抓隨時隨刻 也就是說 即使你騎機車你都不能 把它當成一個不抓的藉口 你騎到公司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 髮蠟 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拿出來 打理一下 因為你不知道你下一秒會遇到誰 頭髮打理完以後 當然我們在討論就是穿著方面的部分 穿著 不用太fancy 有型就好 現在有很多fersonal啊 或者是 像我們這樣子的服裝顧問 你的這些服務 我們可以幫你打造一個 屬於你的穿著風格 如果你不想花這筆錢 你也可以怎麼做呢 許多時尚的雜誌會教你要怎麼穿搭 重點是選擇 什麼樣的衣服適合自己的時候 最主要的是 不要買太大 也不要買太小 要買個合身的 衣服 有許多人剛開始在買 西裝外套 的時候他們都會買太大 袖子太長 所以看起來 亂七八糟 會讓人覺得 你這男人到底有沒有品味啊 所以 剛開始我會建議 去找服裝顧問的原因在這邊 那如果你不願意 花這筆錢的話 你進去Zara 你進去 例如東朝這種店的時候 問一下店員 這件衣服到底適不適合我 這件衣服到底合不合身 相當的重要 那再來呢 當你的頭髮已經穿著你都打理好了以後 我在講的其實就是 基本的保養 如果你滿臉長的痘痘 對方 就覺得 可能你是不是沒有在保養你的皮膚 那有些人是天生的 當然 我現在在講的是 你有沒有花100%的精力把自己打理好 所以如果你的痘痘是因為 Lack of Hygiene 沒有在清潔 沒有在洗淋所產生的話 其實你基本上 埋一下洗面乳 早晚洗一點 甚至擦個乳液的話 我擦個化妝水其實 就會好很多了 那 許多男人不擦乳液 大衛哥在這邊跟你們說 我以前 會長得滿臉都是痘痘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沒有擦乳液 當你的皮膚太乾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 變得特別油膩 因為它是要做conference 彌補的動作 大量的油產生了 你就會容易長粉刺 那如果你又喜歡吃 炸物啊 還有 漢堡啊 薯條啊 這種不健康的食物 那我告訴你 這些粉刺呢 就會 發炎變成痘痘 所以 最基本的表演是 一定要有 然後鬍子 如果你想 要留鬍子 那你可以留得有型一點 如果你沒有 打算要留鬍子的話 那就把它刮乾淨 最基本的乾淨俐落 你結束了以後呢 第二個特質是什麼 就是自信 那你 講到這邊你一定會講說 幹你娘 大衛 有沒有講廢話嗎 有自信的男人當然 很有魅力啊 你這還需要你講嗎 我想要改變你對於 自信的定義 就 自信在你通常的定義通常是什麼 做什麼都很有自信 都相信自己一定會成功 對不對 但是 真正的自信不是這樣 真正的自信是 即使我做了這件事 只是我執行了 失敗了 我還是很OK 我還是一個高價值男人 這才叫真正的自信 有很多基地的課程他會教你 對著 鏡子不停的講 你是一個 有能力的男人 你是一個有 自信的男人 你一定可以的 Yeah 你一定可以嗎 這事實上有所 一定的事情嗎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一定會成功的事 即使Michael Jordan 求神 又託不盡的時候 你是神嗎 你不是 你是人 你憑什麼打包包說 你一定會成功 怎麼可能 但你身心敵意你 你根本就不相信你一定會成功 那怎麼可能會有自信 請你改變你對於自信的定義 真正的自信是怎麼樣 真正的自信是 我執行了這件事情 即使我失敗我還是OK 我只要再做調整的話 我總有一天我會成功 你聽你懂我意思嗎 這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 一個是我暫時的失敗我總有一天一定會成功 versus 你原本 自信的定義是 我很有自信我這一次就一定 我的媽一定會成功 結果呢 失敗後怎麼辦 失敗後你是不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人 說到沒有做到的人 那你自信只會不停的下話而已 所以大衛哥 在這邊求求你們 改變你們對於 所謂 自信這兩個字的定義 因為這絕對會去影響 你自信的高低 那這跟搭訕其實非常像嘛對不對 一個男人他說他很有自信 我搭訕我一定會成功 結果過去 被打槍了 種種的原因為什麼你被打槍 可能跟你臉蛋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當天就是不爽 誰搭訕他都拒絕 那這時候你怎麼辦 這時候你怎麼辦 一個真正有自信的男人 他過去 即使 他被拒絕了沒有關係 下一個 On to the next one 透過不停的調整 透過 經驗的累積 以及reference point 的累積之後 我終於有一天 我一定會要到電話號碼嘛 我一定有辦法跟這個女人出去嘛 所以那種暫時的失敗 不太會去影響到 一個真正有自信男人的 情緒 所以一個有自信的男人 他的情緒的起伏 不會怎麼的大 即使他失敗他就覺得 好 哪些領域需要調整 調整完以後 我就繼續 就如同 我要辦你每週六的活動 我剛開始 有在那邊想說 哇 每一週 我都要生一個講座出來 我都要生一個 講稿出來 我都要生一個 PVT 出來 我真的做得到嗎 然而 我是一個有自信的男人的話 我的想法是什麼 我的想法是 OK 即使我試了 然後真的都沒有人來 我還是可以去做調整 我還是可以用其他的策略 把GX這個品牌做起來 這才是一個真正有自信的男人 會做出來的行為 就是他長這個樣子 就即使他失敗 都沒有關係 那只是暫時的 所以一個有自信的男人 比較願意 去嘗試新的事物 比較願意去跨出 舒適圈的 原因就在這邊 那也因為 他有這樣子的膽量 所以他會吸引女人 第三個特質就是 做事 說話果斷 好我們分兩個部分講 第一個部分是說話 當我們在講說話果斷時 我們首先我們在講的是 說話的語氣 今天如果你的語氣相當的不肯定 你就讓對方覺得 特別不舒服 因為他 不太確定 到底在想什麼 會造成 非常非常大的 不幸運感 例如 今天你講一個最基本的 天空是藍的 你用一個很不肯定的語氣說 天空是藍的 確實天空是藍的 對方好像 有點懷疑 到底是不是藍的 因為 你的語氣相當的不肯定 造成對方會懷疑你 所以即使你說的話 再正確 對方都有可能會懷疑你 可能是你說話的語氣所產生的 今天如果 我用另外一種方式說 天空是藍的 例如我說 天空是藍的 這樣子聽起來是不是舒服許多呢 是不是有一種 領導者的氣質 再來我們討論到的是說話的內容 這跟說話的語氣 有一點連貫性 也就是 我們在說話的時候 我們不要 用 不確定的用詞 那 不確定的用詞 含 哪一些呢 有可能 可是 但是 還有 我最討厭的 含 含 含是殺小 你知道 我當老闆 當我給一個指示 例如我給Rex一個指示說 Rex 我希望 今天 把該聯絡廠商的這部分 把它完成 然後Rex跟我說 含 我完全不知道Rex的意思 含 到底是殺小 含 是 你懂 還是你不懂 你知道還是你不知道 你會處理還是你不會處理 我不太理解 那這可能 是你的口頭禪 然後我告訴你的口頭禪 可能會讓老闆 非常非常的火 你想喔 不確定的語氣 不肯定的語氣 當然再加成 不確定的用詞 我告訴你 你只會火上加油 你只會讓老闆想要 打你 我真的不跟你開玩笑 為什麼老闆的脾氣這麼不好 就是你造成的 OK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我不知道 有多少學員告訴我 這件事 他說我來上你的課程之後 當我用 一個比較肯定的語氣 在說話 當我的眼神夠堅定 當我用 確定用詞 的時候 例如 OK 沒有問題 OK I got it OK 我等一下就去處理 這種正面的用詞 會產生什麼 會產生出 信任感 久而久之 老闆對你的看法 就會 有所不同 他就會開始信任你 他會把 重要的事情 交給你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簡單 很簡單的一個 事實 那就是因為他知道你懂他在說什麼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原因 老闆最怕的就是你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當你用一種確定的用詞去做回應的時候 對方就可以理解 原來你已經懂我在說什麼了 我也比較敢把重大的事情交給你做 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見證是這樣做 因為我用 肯定的用詞 在我每天的對話 所以因此老闆開始信任我了 因此 老闆 脾氣變好了 這是真實的見證 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剛剛在講的是 說話果斷對不對 另外一種是 做事果斷 那這邊再講做事果斷 我先從付錢開始好不好 因為有許多男人 有這樣子的問題就是 把錢包拉出來的時候 要付不付的 就 我不知道你怎麼回事 OK 你是 你是在玩那個Instagram的那個 Boomerang是不是 就是 你要付你就付 你不要付你就不要付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不要有一個中間值 你既然要付錢的話 你就大大把那1000塊放在桌子上 把帳單付掉就好 如果你這一次 你希望是 想要分開付的話 那你就用肯定的語氣 說 分開付就好 就我們這一次分開付 你不要就是 有點 錢包拿出來 然後又在那邊 要付不付 然後又在那邊 好我們這這次 要不要分開付 Fuck you bitch 真的 你的要付不付 你的要做不做 會讓人家覺得 很不舒服 例如你今天在 在談一筆生意 已經明明說好事 然而你看了Excel表以後 你覺得這筆生意是無法投資的 那你因為 你之前已經說好了 所以 因此你現在有點要做不做的 你會不會造成很大不舒服 一定會啊 如果你 你覺得這當中有問題的話 那你去說這當中有問題 我最近看了這個Excel表以後 我發現有一些問題 我想要與你討論 那如果 你看了Excel表 你發現說這個是 絕對不可以做的 那 你就不要做這筆生意啊 你就直接講就好 不要在那邊 要做不做 要投資不投資 你這樣會 造成對方 很大的不舒服 你要知道 你要怎麼信任你呢 所以做事果斷 說話果斷 是一個 輕鬆可以提升 你魅力的一個 很大的特質 你必須一定要把他培養出來 不然對方是沒有辦法相信你的 他沒有辦法相信你 他就不可能 愛上你 這到我們到最後一個特質 就是第四大特質 願意冒險 我們都知道 如果 不冒險的話 就不可能會有獎賞 那女人確實 也瞭解這一塊 你想 1萬年前 男人如果要提供一整個村子 或是 或是他的家庭食物 他需不需要冒險 他需不需要冒他自己 生命的風險提供食物 需要 所以這1萬年以來所培養出來的 到如今 女人還是有這樣子的想法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 不敢冒險的男人的話 女人 會把 你不敢冒險 以及你無法提供食物 給他 以及 你們的小孩 去畫一個等號 那你可能想說 真的有這麼誇張嗎 真的有這麼誇張 這就是為什麼 敢冒險的男人 很容易 吸引女人 敢挑戰 即興運動的 男人 滑板 雪板 衝浪的男人 甚至打美式足球的 的四分位 他總是有 辦法跟啦啦隊的隊長交往 為什麼 因為他做的運動 本身 就是需要冒一些風險的 女人透過這些運動 還有這些 他就可以看出 有哪一些男人是alpha 有野性的男人 有哪一些男人是beta 只是跟隨者而已 所以在這邊 你如果 不敢 冒風險的話 你人生是不可能會成長的 因為 你都還在你自己的舒適圈 搭訓 是不是在冒險 對 你在冒丟臉的險 談薪水 是不是冒險 是 你是在冒 有可能會被fire掉的險 創業 是不是在冒險 你是在冒 把錢全部都虧光的險 然而如果你不敢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是不可能在你的清場 以及職場成長 為什麼要冒險的原因是在這邊 因為 他會把你的潛力逼出來 他會把你的野性同時也逼出來 而潛力的發揮 以及野性的展現 正好就是 女人會被吸引的兩大特質 所以在這邊 大衛哥的建議是什麼 挑戰一些急性方面 例如 我們帶我們的GX去 玩漆彈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在那時候 你有辦法完完全全活在當下 當 子彈滿天飛的時候 你沒有選擇 你就只能活在當下 玩完這個 急性運動的以後 你自然而然就會變得比較眠 因為你冒著 全身被打傷的險 再做一個活動 好 如果你有培養出這四大特質的話 相信你會立刻成為一個 有內力的男人 好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 並且留言 我是GX 我願意培養出這四大特質 好 我們每週呢 我們都會辦一個 GX的實體講座 如果你對於 交高價值男人的朋友啊 自我提升 無論是在清場或是職場有興趣的話 可以泡在這樣子的環境 一群高價值男人 互相扶持 互相幫助 相信你都會學到 許多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按以上 或是以下連結都行 好先這樣子 我們下次見啦 掰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位 有魅力的高價值男人 歡迎你參加我們舉辦的 GX高價值男人實體講座 我們討論各種男人有興趣的議題 聊天技巧 網聊技巧 舞台魅力 談判技巧等等 現場的興奮肯定超越你的想像 有興趣的GX們 點以上或以下的連結報名就行了 很期待當場看到你 在後面 MING PAO CANADA VANT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